小师傅您好 您好厨师 今天做这个丸子 制作这道山东蒸丸 我们需要准备的主料有五花肉馅 配料有火腿丝 香菜段 笋丝 木耳丝 蛋皮 城华 济南市环连鲁菜黄商务酒店厨师长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方法吧 首先呢咱们是从超市里买了一些五花肉馅 加入一些配料 所以说是由火腿丝 火腿丝 然后就香菜段 还有笋丝 笋丝 其实这个丸子还是有它特点的 但是这些食材一般做丸子应该是 一般做丸子 一般做丸子就是加点葱姜 这是怎么说你加点葱姜末 做碎了之后 我们主要是现在就是 创新改变了原有的那种青丸丸子的做法 这木耳也是事先切好的丝啊 是加入那个 加点 一勺盐 一勺盐 一勺味精 一勺胡椒粉 还得来点胡椒粉 然后就是用手把它搅拌均匀 抓匀 咱家的这些食材的量也是有比例的吧 跟这个肉馅 这个一般咱们咱们这个盐味精调要是有比例的 我咱们这个又根据咱们这种清糖自改的口味 来加一些笋丝了或者火腿丝了 就是多少的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对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之后 就是把它团成丸子 这个团丸子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团丸子的时候就是尽可能从手里面多攥那么几下之后 多团那么几下感觉转出来之后也圆 表面也光滑 好了 然后就是把咱们这个丸子放入蒸柜里面 蒸至十分钟 就是我们家里放到蒸锅里头是吧 家里就是蒸锅里面蒸至十分钟之后 然后再做汤 好 现在我们就先把它蒸一下 好了 现在十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山中蒸完蒸的怎么样了 首先把这个火先关了 诚师傅 我发现这个丸子好像比刚才放去的时候小了 是 咱们蒸至的时候 蒸至的过程中 一开始是生的 然后熟了之后 它有些缩 有些缩酸 所以说 个头比刚才要小了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丸子就已经蒸好了 然后就是再进行咱们这个调汤 把丸子放进去 咱们就可以上桌了 这个丸子可以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调汤 蒸里放油 这个山中蒸也是一个咱们传统的酸辣口的一个 拌汤拌菜的一个菜味 也是一个比较开胃 比较适合咱们大众口味的一个菜 首先是咱们先煸入干辣椒 蒸末 其实这个菜 如果大家在家里觉得麻烦的话 也不用再做这个汤了 就直接这样吃应该就很好吃 如果咱们也是 确实刚才主持人也说 如果要是感觉到麻烦的时候 咱们这个丸子本身也都是调好口的 现在就是蒸汁的时候也都是蒸熟了的 如果不愿意调汤的话 可以直接食用就行 是 蒸入醋 来点酱油 来点酱油 然后加入水 然后加入一些老抽 调一下颜色 最好在保持在很温冰箱里面 也就三天吧 尽可能不要超过三天 超过三天之后 这个丸子的口味和这个水分 就充分流失了 还是要把这个边的小料先都瀝出来 瀝出来 然后加入这个 盐 一勺多一点盐 然后两勺味精 少点点这个白糖提提鲜 然后加入胡椒粉 这个也来点胡椒粉 胡椒粉 两小勺的胡椒粉 两小勺的胡椒粉 让这个汤和胡椒粉充分反应 然后倒入我们这个蒸纹 加入刚刚蒸好的蓝色 煮那么三十秒 就可以出锅即可 好 加入我们这个配料 做完了之后还要加一些配料 加一些配料 这个是加的这个蛋皮 蛋皮 然后撒上香菜末 嗯 好了 这山东蒸完就完成了 完成了 好 这道山东蒸完汤鲜肉嫩 口感美味 丸子吃下去回味悠长 汤汁精华晦脆 也难怪它这么受欢迎 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它的制作要点吧 第一步 五花肉馅内加入火腿丝 香菜段 笋丝 木耳丝 调入盐 味精 胡椒粉 抓拌均匀 第二步 把肉馅存成丸子 放在笼屉内蒸十分钟 蒸熟待用 第三步 锅内加油 放入干辣椒 蒜末冰箱 烹入醋 酱油 倒入清水 加入老抽 盐 味精 白糖 胡椒粉 搅匀 烧肺 第四步 倒入蒸熟的丸子 煮三十秒 出锅 盛入碗内 上面放蛋皮 撒上香菜末 就可以上桌食用了 入金